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你是否有过一个令你心动的梦想 你是否想过梦想实现了是什么样子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令你心动的梦想 你是否愿意all in all in这个词也许你并不陌生 但此刻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在追求梦想的时候 你要毫无保留地全力以赴 为梦想all in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故事 三年前我看到一张海报 一门我非常喜欢的课程 首次公开招募讲师 我马上报了名 想象着自己就要变成一个明星讲师了 也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怀揣着这个梦想 全国一共有五百多人报了名 最终会录取几个人呢 我们不知道 只知道至少要经过三轮考核 那个令人心动的梦想 在高高的山顶 而我们就要从山脚下出发 一步一步去靠近梦想 第一轮考核有21天 每天都要在线上听课打卡 而我的进步很慢 从零到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等到21天结束的时候 一大半的人都在途中放弃了 只有不到两百人进入下一轮 第二轮考核难度升级 三个月的时间 每周要提交一节课的讲课视频 不仅要脱稿 而且要自然地对着镜头呈现 我把三万字的讲课稿打印出来 每天被一小段对着镜子练 三个月后 我终于交完了最后一份作业 你们猜这时候还剩多少人 只有40个人坚持到第三轮 而第三轮的终极考核是 三个月内办一场线下课 全程录像 我心想 这都坚持到最后一轮了 更要拿出百分之两百的努力 反复练习讲课时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表情 还特意办了两场线下课 选择状态最好的那一场来交作业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这项考核难度太大 全班只有三个人 按时完成了挑战 那你们猜 我最终通过了吗 两天以后 我收到课程组发来的邮件 我满怀期待地点开 恭喜你 通过讲试认证 可惜 这是我幻想中的结果 我看到的实际结果是 很遗憾 你没有通过考核 我的眼泪刷一下流了下来 想象着自己 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 几乎投入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在做这件事 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对自己很失望 我的梦想破碎了 之后的一个月 我做什么事都觉得没意思 看到我的学生 在认真准备期末考试 我心里想的是 哎 学生还是太天真 考90分又有什么用 以后出来 还不是要接受社会的毒打 现实可是很残酷的 直到有一天 我收到一封短信 来自一位之前参加过 我活动的小伙伴 她说 小院老师 感谢遇见你 上次你的分享 对我帮助很大 你知道吗 现在我也开始 去追求我的梦想了 什么时候你在办活动 我一定推荐 我的好朋友来参加 看到她的话 我的心里暖暖的 我也这才意识到 原来 有人喜欢听我的分享 原来我的分享 真的对别人有帮助 而这比我拿到一个 所谓的讲师认证 更让人开心啊 我在心里问自己 小院 今天你这么努力 到底是为了什么 仅仅是为了通过一个考核吗 还是为了成为一名好讲师 把有价值的内容分享出去 从而帮助更多人呢 如果答案是后者 那么你没有失败 而且应该继续做下去 所以在这之后 我不再去纠结 有没有通过考核 而是继续去享受 做这件事本身 带给我的快乐和价值感 我继续办读书会 开工作坊 和小朋友分享 也和大朋友分享 不断去靠近 那个我梦想中的 讲师的样子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一个落选的讲师 但在一年后 有一天 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来自这门课程的创始人 他在电话里说 亲爱的小院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 我看到你一直在积极分享 我不仅看到了你的进步 更感受到了 你对这件事的热情 同时我非常欣赏 你的努力和坚韧不拔 我想邀请你加入讲师团 未来和我一起讲课 你愿意吗 哇 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这次是开心和激动的眼泪 我大声地回答 我愿意 没想到 两年后 我的梦想 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 这个故事 今天是我第一次讲出来 以前我一直藏在心里 因为我只想让别人看到 自己闪闪发光的一面 但其实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我们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 也许在别人看来 你经历的是一个又一个成功 但只有你自己知道 在追梦路上 你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困难 一个又一个挑战 之前有人说 小燕你好厉害啊 你好幸运啊 但其实你我都一样 而帮助我一次又一次实现梦想的秘诀就是 在面对梦想的时候 我一定会马上行动 在我看来 追梦就像登山 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 连上山的勇气都没有 也许你身边每年都有朋友说要考研 但等到报名那天你问他 你报了哪所学校 他说 哎呀好麻烦 我还没准备好 明年再说吧 也许你身边也常常有朋友 抱怨自己的工作不好 不喜欢 想换工作 一年后遇到他 哎 现在换了什么工作 他说 哎呀 哪有什么好工作 还是老样子 先将就着呗 为什么有些人 一直没有实现梦想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打算 去实现这个梦想 你为梦想 行动了吗 真正想要实现梦想的人 他们会落实在行动上 比如制定备考计划 开始看书 为创业做准备 为喜欢的工作 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 也许刚开始 你的进步慢了一些 但你和那些 还在山脚下 原地踏步 犹豫不决的人 已经不同了 你在行动 一段时间后 你会看到 自己有了进步 感觉 哇塞 我可太棒了 因为坚持到这里的人 可不多 就像有人报名了考研 但备考途中 也会放弃 有人辞职创业 可过了一段时间 觉得创业太难 还是回去找份 安稳的工作吧 当然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 做不同的选择 但问题是 我们不要在选择了 轻松和安稳之后 又每天抱怨和遗憾 自己的梦想没有实现 你为梦想 all in了吗 毫无保留地 全力以赴 而不是 蜻蜓点水 浅尝极致 接下来 就要到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马上要到山顶了 你非常期待结果 你说 我都all in了 该成功了吧 我这么努力 一定要赢 就像我在为讲师梦 拼命努力的时候 也是这样想的 但现实是 梦想 不一定保证实现 也许 你努力了一整年 没考上理想的学校 你花了大半年的精力 做的项目 失败了 你一路过关斩将 坚持到最后 还是落选了 你说 我失败了 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那么一切都白费了 可事实 真的是这样吗 也许 这不叫失败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暂时还没有 实现这个梦想 而选择权 依然还在 你自己手里 挫折 反而能帮助你看到 真正的梦想 你是真的喜欢 和热爱这件事吗 如果你是因为 喜欢自己的专业而考研 也许 你没有考上 心仪的学校 但你在另一所学校里 依然可以学得很好 成为优秀的学生 如果你是真的 热爱自己的这份事业 也许 你的这个项目失败了 但你反而可以 借此机会 吸取经验 请教前辈 然后重新出发 就像我 在两年前落选了 但它反而帮助我 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 原来我真正想要的 不是那个认证结果 我真正喜欢的 是那个为了梦想 全力以赴 不断成长的自己 追求梦想 付出行动 本质上是在帮助我们 不断了解自己 你到底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如果今天 你是为了一个 外在的结果all in 那么结果注定是 时而成功 时而不成功 可如果 你是为了更好的 自己all in 放下对结果的期待 持续对自己下功夫 让自己不断拥有 实现梦想所需的 知识 能力 和品质 最终 你一定会走出 属于你的梦想之路 也许今天 你看起来 还是普普通通 过着平凡的一天 但在你自己心里清楚 这是你全力以赴 奔向梦想的一天 你的每一步行动 都是有意义的 你知道 你在去往哪里 人生最大的遗憾 不是 你没有实现梦想 而是 你没有去做 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 为了梦想 全力以赴 奔跑的感觉 还记得最开始 在脑海里那个 梦想中的自己吗 是因为现在的你 做了什么 而让未来的你 变得更好 更幸福呢 行动起来 不管梦想 最终能否实现 你都可以无限去靠近它 因为 在追求梦想的这条路上 all in的人 永远不会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分敞 给大家